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加班费总是少给 加班费总是少给 好减别再放水 好减别再放水 我是台湾货运仓俗产业工会 那我们这个工会呢 最主要已经成立了三年 那过去三年来 其实我们有协助非常多的 在货运界 在仓俗现在物流界的工会 成立工会 今天我们要跟大家报告 我们有一个新的工会 叫台湾宅配同企业工会 也要加入我们工运的行列 所以说很感谢我们 各个工运团体 大家一起到这边声援 那未来呢 也希望我们 台湾财配同工会 可以避免走上 我们等一下所报告的 过去三年多来 遇到一些状况 一直以来 本会货运仓俗产业工会 至2017年以后 一直成立到现在 我们一直努力 努力协助 从事货运仓俗业人员加入工会 从统一速达工会 大龙货运工会 到今天 我们所表达的台湾财配同工会 也已经成立了 一路上 帮助这些基层的员工 基层的劳工 不要被 资方压榨 剥削 甚至 雇主打压工会 招募会员 施展各种小手段 然后主老员工 参加工会的手段 乘出不准 雲见不现 甚至有主管 指示下属 在我们在工会参访的时候 要求底下的员工 不要对于工会 防守的时候 不要任意的发言 或者是加入工会 甚至还有听而不打的 更有甚者 曾经也有发生过 某一个工会的成员 遭受资方 比较轻资方的员工 肢体上的冲突 那后续 当然 这个也都有 诉诸与法律的行动 可是 这么多年来 这么多次的发生了 这些打压工会的情况 那劳动部 是不是应该要凋态 是不是要禁止 库主约谈 或者是调查员工 是否掉入工会 在政府2016年以来 劳基把两次修二 两次修二的过程里面 主要提到的就是劳动检查 那今天呢 我们也从过去三年的经验 看到 这个是2016年7月份 到今年6月份 这三年多来 也就是 劳基把最一开始 砍七天假修法的那一年 一直到现在 我们发现 单单我们这一个行业 或运仓储产业 就有一百多次的违法 大部分 我们今天从表列出来 都是加班费不足 主要呢 就是劳基把 第24条 就是我们一般 上 正常工作日的延长加班 还有这个劳基把 第39条 就是我们特休假 还有休息日的加班 那我们就发现说 其实你这一百多次的 这个开拔记录里面 有高达五十四家 其实我们台湾整个 莫运仓储界 也就只有几万个受付者而已 可是既然会有高达五十几家 都是加班费不足的状况 而且呢 这一百多次的开拔记录里面 甚至有十几家 他就是一半再半 也就是说 2016年到现在 他违反了一次 被政府开拔 然后后面又被政府抓到第二次 那我们非常想问劳动部 就是说 第一个 这些累办的企业 劳动部具体的作为是什么 劳动部说 劳基把修法过程里面 如果企业违法 可以用劳减的方式制裁他 可是我们发现 这十几家企业 到这五十四家加班费 付出了这些企业 劳动部到底有没有持续的在追踪 到底有没有去检查 他们被开拔之后的状况 第一个我们不知道 第二个 那劳动部到底有没有更强烈的做法 去要求他们落实 那就更不用抢 其实这十几家一拔在拔的企业里面 有两家知名的上市会公司 都已经拔了十几次 从北到南 都已经拔了十几次 那我们非常担心 如果说 公会没有办法被保护 劳减又同样没有作为的时候 那我们台湾的劳工到底要何去何从 劳动部有一定的 就是当劳动行为裁决 他意思就是说 你如果遭到成立公会之后 入职我违反第三十五条 你可以把案件送进来 有十天之内 裁决委员会会根据事实做调查 然后罚则三万元以上十五万元以下 那我们上市上贵公司 几百亿营业额的 他会差你三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吗 就算你裁决他违反第三十五条 他可以打行政诉讼撤销吗 劳动部应该态度就是说 有时候他保护这些劳工 维护劳工权益 扩大劳减 场次增加 可是你有没有想到一个问题 台湾劳减 那个检查员人数原动不足 你扩大场次 或者说你把那个产业放 再把整个那个产业的老检 再放宽一点 但是你并没有这么多人去做这件事情 然后罚 现在依照企业规模人数去做一个财罚 其实最少最少也是大概两万 你要罚到一百万 要罚到两百万 那其实很难 而且是依照企业规模人数 我们是认为说 劳动部你要提出一个 不是说扩大劳减 增加场次 因为你这样子会让这些地方的检查员 有个县市检查员只有一个到两个 他面对整个县市的劳动检查 根本没办法 那你要 咱们要制定一个 你可以具体实践 如何保护劳工 他在那个职场上的劳动权益 而且现在劳动检查是属于不告不理 你如果没有去检局深处 根本他只能透过他的 所谓扩大产业检查 突然一个 那个劳减啊 今年对什么业有什么业 可是他都只是抽检的 有抽到就抽到 没抽到就算了 那有时候在整个劳减过程里面 裁法金额过 没有那么高的状况之下 资方又跟你玩数院 又跟你打行政诉讼 打到最高行政法院 他就为了撤销2万块的罚款 为什么这样子 因为他剥削的都比倍法还多 保护新工会 劳动部立即表态 劳动部立即表态